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 恩师吴逸姐 给大家做精彩的分享 哈喽 哈喽 大家好 屏幕前的所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伙伴们 大家好 亲爱的陈老师 屏幕前说的FC 大家好 哎呀 我们今天好开心啊 又期待 期待已久的 每个月的9号的超凡日 太开心了啊 刚才好紧张 紧张一下多人是静音的 那个真的非常的紧张 今天下午三点钟 我就来到了办公室 开始准备今天晚上的 这样的一场直播会议 每一场直播会议啊 就感觉到哇老师 就感觉老师又坐在 坐在上海 听听我们的分享 那样的一种 就感觉到学生 要给老师交答卷的那种感觉 特别特别的紧张 但是这一次老师 两年没有回到上海 这一次回到上海 真的让我们有什么感觉吗 就是有一种 好像如梦初醒 好像又重新开始了 我们的安利系列的 那样的一种状态 有一天我跟老师说 老师呀 我说您这一次来到中国市场 简直就是一股旋风 把所有的领导人都公醒了 都让我们学者全部的人 就现在像炸罗了一样 我说哇我们以前 两年老师老师 两年没有来到中国市场 我们就是做遍了很多的花样 想遍了很多的办法 都没有把自己好给做醒来 也没有把领导人 带更多的领导人 有上聘的动力 但是呢 这一次老师回到了中国市场 一下就像一股旋风 哇塞 帮我们全部叫做如梦方形 所以透过跟随老师 这一段时间的学习 我首先感动的一点就是 最让我感觉到是 做安利没有老师真可怕 这个做安利没有老师真可怕 做安利没有目标真可怕 我真的有感觉到这两个可怕 我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会计 忘记自我介绍 我是一个非常普通的 在没有做安利之前呢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会计 那个时候 我的人生就是七个字 就是上学上班做了安利 所以上了十几年的学 然后上了十一年的班 做了26年的安利 假如今天没有安利 这样的一个机会呢 我今天就是一个退休的会计了 一个退休的会计 但是因为有了安利事业 二十六年前 1995年的5月6号 一个过生人把我 就是一个我一个朋友 在我的给我打了个电话 说喂呀 今天跟我去听课嘛 我说听课听什么呀 听课听什么呀 他说喂呀一句话讲不清楚 你跟我走就是了 就因为这句话我就跟他走了 当时就是在广州的一个会场里面 我听到了老师 在台上的老师讲了一些话 说一个女人 假如你若拥抱自己的青春和魅力 你应该走入人群中 然后从人群中脱颖而出 哎呀我就觉得这个环境很好 这个环境能够激起我的梦想 然后还打了一个喜结金说 产品的背后是什么呢 我当时就在想 产品的背后能是什么吗 那不就是说明书吗 产品的背后不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黑板吗 有什么呀 对吗 但是我就在那场课里面听到了 喜结金的背后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而这个背后 安利系也让我们人生可以改变 我真的我就带着一种 一个突然就好像那天晚上开窍了 所以季老师常常说 如果你一次就把安利听明白了 那个就是未来一定是创办人 而真的就是那一次 我听到安利不要说我听懂了 但是我就是喜欢上这个环境 我就开始告诉我自己 我要成功了 所以我回到家里面 我就跟我的先生说 老公我要成功了 我老公不明其妙的看着我说 你搞什么鬼呀 你今天晚上干什么去了 这么晚回来 我跟我老公说 老公我要成功 我老公摇了摇头说 你能成功吗 你要是又能成功 我把我高贵的脑袋 砍下来给你当凳子做 甚至人家现在高贵的脑袋 还是好好的对吗 但是没他不相信我会成功 但是就是那个时候 我参加了这行学习 我真的就是有一种什么感觉 就是告诉自己 我一定要好好的 来了解这个事业的机会 一定要去学习 就带着一种想法说 我要去学习 我跟我老公说 给我三年的时间 假如我成功呢 我们的命运就有高费了 那我没有成功呢 我什么也没有损失呀 不还是回来做我的会计吗 再重新找份工作吗 就是带着万一呢 万一成功了怎么办的想法 你知道吗 就是这样 我走进了这个环境 然后我开始学习 真的我没有一件事情啊 做的是完整的 唯独安利事业 真的老师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 我跟在老师的身边 然后季老师来到广州 那个时候我才做9% 老师来到了广州 然后又再讲 我记得我去问季老师 我说老师 我这么平凡 什么都没做过 怎么能够才能成功啊 季老师告诉我 9个字 8个字 每道必会 我就把这8个字 当做了顺方宝剑 我说 如果学习就能成功 我一定要来了解 我一定要去学习 说人只要改变想法 给自己 季老师说 给自己三五年 好好的学习 将来安利事业 照顾你一辈子 我自己想 自己三五年的 好好学习 一些就能照顾我一辈子 那我一定要好好地去学习 就是想法一变 所以那命运就改变了 所以老师在说 想法改变命运 想法改变命运 就是当时我的想法改变了 就说我反正向了班 不是打麻将 就是看电视 那都是无所事事 我不如把打麻将的时间 看电视的时间 我就去那个时候是在广州的随风大厂 后来到文德路 哇我就每会必到 每道立会的学习 95年加入安利事业 96年 当然我的办公室里面 我们今天特别开心 我们是几代创办人一起分享 就是当时的一个想法的改变 开始听到了老师的话 我就把安利事业 带到了我的办公室 就是后面我们要分享的 我们的凡阳姐郑老师 我们的凡阳姐郑老师 这正好凡阳姐呢 又跟我是会计 我们两个坐在一个办公室 那我们办公室里面呢 有两个会计 一个办公室的主任 那当时老师说 做安利事业 你要从做人开始 要改变自己 影响他人 那过去的我呢 就是一个 大家知道吗 真的没有任何的 没有接触过社会 那我的生活很单调 就是家庭上班 然后两点成一线 所以我的嘴里面 基本上我的心里面 除了老公就是孩子 除了老公就是孩子 没有他人 也没有任何的社会活动 可是我走进了安利这个环境 我觉得好像 这一切都是为 尽安利而生的 我突然发现 马上一个非常奇妙的世界 一个积极向上的 很阳光的世界 所以我就开始 走进办公室 以前讲的都是 老公孩子 后来我跟我的 这个 办公室主任 在一起聊天的时候 我竟然把老师 讲的每一句话 都讲给他听 他听了以后 很纳闷 很好奇都说 他说你现在怎么讲话 有泪涵呢 以前呢 你讲话 除了老公就是孩子 要不就是菜市场的价格 为什么现在 你讲话这么有水准呢 他非常的好奇 我就说我正在一个地方 写写 这个地方可以将我们 如何为人处事 他很好奇 然后我就把我们的办公室主任 带进了我们的在这个会议当中 带进了会议当中以后呢 结果呢 你看 带进了办公室主任 又把这个 郑老师和白杨姐也给带进来了 办公室的另外一个会计 所以这一个办公室呀 一不小心就出了三副全球创办人 而且苏林杰也是我们在开发区 保随区的一个公司的一个办公室主任 那我们的这个翁龙大哥呢 也是我们秀燕姐 秀燕姐的一个FC 你看一个不小心去分享了安律事业 在办公室今天出了这么多的FC 各位有没有感觉到 这就是安律事业的神奇 对吗 就像老师说的一样 真的叫做一棵小小 种下一点种子 预约了一片森林 刚才我们也听到了我们凭姐的分享 好刺激呀 就像平姐这样的人 是为中国的这个农民 有14个亿呀 有14个亿 那太多的人有梦想 太多的人需要机会 对吗 我就看到听平姐在讲说 哇塞 今天老公开买菜 都是越野车 给儿子买的车子是凯迪纳克 买了五套房子 如果没有安律这样的一个事业机会 没有老师呀 我们怎么今天那么多的人 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呢 今天看到 今天就是因为老师 真的我多么感谢老师 就这一次回到中国市场 回到在上海 就短短的几天 把我们全部都振行了 我记得当时苏林姐去老师家的时候 苏林姐讲话真的还叫做有气无力 结果被陈老师点拨了以后 人就像五个人一样 讲话的底气都出来了 老师的能量场太大了 就像老师的能量场是在 就像韩石说的 在九次元啊 大爱无处不在 是我这次跟随老师学习 我有两个最大的 我在上海的时候 我就悟到了老师讲的一句话 没有态度的学习 是盲目的学习 没有目标的行动 是盲目的行动 我看到萧萧老师在那边 安排了三天的培训 当时第一天就是娜娜分享 第二天是萧萧和辉辉分享 每一个领导人 在分享的过程当中 我就是有一种什么感觉呢 就是一种什么感觉 感觉到 不是我看到萧萧和辉辉的成长 看到娜娜的成长 我心里就在想 老师培养的秘密武器 怎么这么多的人上聘 上这么多的营销经历 上这么多的高级经历 都是90后的人 为什么我们的市场 都这么长时间了 都没有一个人上聘 上个出国旅游 都觉得很了不起 如果你没有找到差距的时候 你还以为自己很努力 没有找到差距的时候 你还以为自己做得很好 可是刚我们跟老师对标准答案的时候 我才发现我们真的老化了 我们就像一个很大的木炭 已经不再燃烧了 却放在木炭里面 还以为自己在燃烧呢 真的老师说 真的没有学习 没有目标 真的非常的可怕 所以我今天跟随老师在上海的时候 真的每一天都跟老师 就是一种感觉到 回到原点 回归初心的那一种感觉 我看到老师 每天都是五六场的家庭聚会 从早做到晚 我每一天 我记得有一次 我在我跟随老师学习 有一次正好隔两天 我们就要去三亚了 然后呢 老师就打电话说 这个 这个 这个你赶紧来做核酸呢 你赶紧来做核酸呢 我当时就在想 老师 我去三亚 已经接到公司的通知 不需要做核酸了 但是老师说 你不是出事好了吗 你要做核酸吗 好惨 我们这么多年跟随老师 有一种默契 我知道 老师肯定是要想做3S工作了 对吗 要推荐那个做核酸的衣物工作者 所以我就马上说 赶紧过来 马上 穿上衣服就开始走 就10分钟的路程 因为我正好住在新和湾酒店 以老师的家 10分钟的路程 走过去的时候 我就看到老师 正在跟做核酸的那个人 在分享安利事业的三本经 在跟他认识 跟他在交朋友 最后又要想魔术师 去跟他去沟通的时候 我就明白了 你看 老师没有时间出去做推荐 任何一个来到老师家里的 每一个人 他都想把安利事业 介绍给他 正于老师说的一样 我遇到的每一个人 我觉得我不把安利事业 介绍给他 就觉得对不起他 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受到 老师永远都在为我们做把样 我感受到老师 每一天看到老师 如何做给我们看 老师说对这新人 你要讲336 我看老师如何去落实这个336 每一天真的 每一场聚会 都在把这336 全是拆解给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老师跟每一个人 于放总裁到老师家的时候 老师也是一样 把336讲给于总听 我就感觉到 我说老师是不是也很想推荐 于总助安利 也把老师的这个336 介绍给这个于放总裁 跟老师再讲一遍 真的我就看到老师 无时无刻 跟着每一个领导人 都在讲的都是336 我当时还拍了 好多张照片拍给拍下来 我就在想 老师的安利事业 不是说给我们听的 而是做给我们看 就是因为做得多了 所以老师的安利事业 就做到了出神入化 老师说安利事业的三部曲 就像正盘条画竹子一样 首先是眼睁竹 一样临摹 你要靠近成功的领导人 看着他怎么一笔一画去做的 首先你要领摹 所以你要眼珍竹 然后才到心珍竹 心里面 答案要装在心里面 最后就是手珍竹 信手捏来都是招 我就看到了老师 真的每一天 每时每刻都在做给我们看 我们跟着老师去 从上海飞三亚 从上海飞三亚的时候 老师穿得美美的 我就感觉到 老师的安利事业 永远做到 让我们羡慕 让我们喜欢 让我们感觉到 老师的安利事业 太美好了 老师穿了一套粉红色的套装 还那一天 我看到老师身边带来的 都是一群非常漂亮的美女 美女跟在老师的身边 没有一个 所有特寅老师身边的人 我觉得老师第一件事情 就让我们每一个人 我这次跟在老师身边 就又找回了做那种 做学生的那一种状态 当时我去的时候 好像有一点感觉是 老师说 你看你现在 都好像是这个 我真的就有一种感觉 见老师啊 好久没有见老师了 就是有一种 孩子要见到妈妈的 那样的一种快乐感 把所有的名牌都找出来穿 把所有的名包都找出来 说那我要跟老师在一起了 就那种幸福感啊 不由的从心里面 这种就是 就长出来的那种满满的 幸福的那一份能量 所以后来老师带着我们 去上海逛街的时候 老师说 来来来来来 帮你们打扮打扮 又把我们重新给打扮 跟我们去买 Y3的那个牌子的衣服 哎呀我就在想 老师 这个牌子太年轻了 我好像不是这个年龄穿的 他说笑死了 我都穿这个牌子 你还不许穿吗 然后老师又给我挑了 一道白色的长裙戴上了一个帽子 老师走出来说 嗯这个样子又像回到以前了 老师 随时随地打扮我们 雕琢我们 塑造我们 让我们回归原点 找到刚开始的那样的一份状态 我在想 我跟老师到底差什么 就差那一份状态 就差那一份初心 真的当自己没有老师的时候 自己都变成了黑木炭 都当成老大了 都不知道 但是有了老师呢 自己就可以变成一个学生 就能找回自己那一份状态 我看着老师怎么样去培养一个二 2689 对老朋友2689 怎么样去培养一个二 我看到老师对那个原姐带了两个领导人出来 李哥 哇老师就把那两个两组的领导人 带到房子里面尽心训练 哇那天我真的非常的有幸 能够看到老师亲自的跟他讲三本 跟他亲自的跟他讲这个美好的生活方式 都看到讲的过程当中 我真的就是有一种什么感觉呢 就觉得安息真的太好了 让我感觉到这份事业 就好像回归出新的那一份状态 所以这一次老师又会跟到青岛的学习 我也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在青岛学习的时候 我好像重新又看到了韩姐 韩姐在整个青岛的团队 怎么样把韩石把毛主任都带到 把毛主任78岁了都可以做到高级总监 而毛主任呢 这个韩石可以做到高级经理 哇我们听到青岛去参加这场学习的时候 真的给我们自己找到了 就是一个这让人惭愧呀 真的是让人惭愧 我觉得为什么今天老师不断的做出成功的事实 老师又推荐了一批一批的这个秘密武器 走起来的时候 我就在问我自己 我到底在做什么 我到底在干了什么 这两年的时间同样都在努力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距 因为我们做的把安利越讲越复杂了 我们把安利系列 我们没有把老师讲的那句话 老师一直在讲 安利系列有两难 你不相信安利系列如此的美好 我说我已经做了安利系列26年了 安利系列的美好 我是非常相信的 因为我已经找到了安利的好 我已经体会到了安利的美好 但是安利系列如此的简单 我们做着做着 我们就忘记了安利的简简单单 轻轻松说快快乐乐 真的我就好像感觉到自己忘记了 觉得要做一点什么花样呢 要做点什么样的更复杂的呀 做了一些什么与时俱进的呀 但是我看到老师 仍然都是 仍然都是把老师说 你们不信我做给你看 这一次我跟在老师的身边 我也看到了公司的总裁 我们的那个渔范总裁 带着所有的高管 去到老师的家里面 哇老师那种紧张 老师的那种在乎 哇带着 让所有的准创办人 萧萧啊 灰灰啊 娜娜呀 还有蔡小啊 一群领导人都在家里打扫卫生 最终老师把所有的房间 放了26台空气净化器 26台空气净化器 老师说 哇我们每个人都说 韩姐说 我们要接老师的能量 要把老师的旧的净化器 拿回来 我们给老师送两台新的 我们换用能量 我说我也要 我也要给老师两台新的 我要拿一台旧的新的 放到我的办公室 当做能量 然后余范总裁 去到了老师的家 余范总裁也说 我也要放一台 放到我的办公室 让我的办公室 也充满着能量 余范总裁当时就说 来到老师的家 就有三个体会 说老师的家 就是能量 老师的家 连我都看到了 余范总裁呀 还有副总裁 黄顺文 黄总裁 还有整个华东区的领导人 在老师家 跟老师下午 做了一场聚会 老师仍然 讲336给他听 老师仍然 做Honey特饮 四条保民 两条的那个 补气的 两条润肺的 一条保卫的 把它放成冰块 做成了Honey特饮 给他们尝试 季老师泡成蛋白粉 也给每个人尝试 又给新朋友 又把他们当新朋友 又做了一场家庭机会 又演绎了一场三香料 换个品牌 六个好 又跟余范总裁再讲一遍 我就看到余范总裁 眼睛越来越亮 越来越亮 他说老师年约回来了 我们感觉到 我们的能力也回来了 那样的一整状态 所以余范总裁 说了一句话说 老师回来了 老师是所有 所有海外市场领导人当中 第一个回来的 第一个经历了那么多的 在澳门隔离了28天 仍然回到中国市场 看完这些宝贝的 最海外的唯一的一个领导人 我们都特别特别的感动 老师今天真的就在讲 17岁的年龄 很快就18岁了 但是老师心系我们 心系我们每一个 在中国大陆的孩子 就对一种不畏任何的艰难 明知三有苦 偏向腐三行的那种精神 让我们深深的感动 我们就坐在那里 都有一股无形的力量 在我们的心里面 涌出来的那一种冲动感 我就看到余范总裁 也是那种能量场 就感觉到晚上 老师吃饭之前 余范总裁忍不住说 让我讲几句话 来分享今天下午 我跟老师在一起的三场 说老师就是一个能量场 每一个靠近老师的人 都变得巨大的能量场 第二个 老师的家就是一个修炼场 看到老师从无到有 到今天的拥有尽有 到今天帮助了全世界 那么多人的成功 老师的家就是一个修炼场 老师的家就是一个能量场 一个修炼场 把老师的家讲到就是一个巨大的磁场 每一个只要靠近老师的人 发现吗 每个人对自己的事业 撑满了信心 撑满了力量 真的我们就是那种无比的感动 我们这次也是跟随到上海很多的领导人 没有跟随到上海之前 让他们多说明明你做什么拼 好像觉得饱足自己的品位 就已经不错了 真的没有人没有能量啊 多么可怕 我在跟着我20多年的领导人 没有跟随老师之前 其实也同样没有票进去 只能够隔着屏幕 在就在上海也只能隔着屏幕来学习 就是没有能量 以前我们天天在一起做聚会 都没有目标 都没有力量 叫他们说明年做什么拼 明年能保住品位 都觉得不错了 都觉得自己都觉得 我能够向前迈进一步 都觉得很棒了 但是这一次很神奇的是 这些领导人 像我们的慧小敏啊 魏玉华呀 还有沁东伟丽呀 还有我们的很多很多的领导人 这一场学习从上海 跟随到老师到三亚 再到青岛 三场会议跟完了 既然神奇的是 他们明年都要设定目标 去达成FC 他们会觉得 原来我们是可以做到FC的 只是因为我们没有能量了 我们不再简单了 我们不再相信了 真的领导人没有目标 好可怕 领导人没有学习 太可怕了 我觉得老师 虽然这是我们在倾讨 我们都以为老师要去呢 所以大家都在说 私底下都在说 不管老师怎么样 有没有票 我们都要去 当然我们非常的感谢 亲家感谢凡姐 虽然她承担了很大的压力 但是让整个的伙伴 只要去到青岛的 哪怕在现场看一眼 我就看到在门口 都是迎着爱马仕 组着求票的牌子 两千块钱 要换一张票的时候 那一种如机四可的学习 都想亲眼误读一批 我就亲眼看到了 只要走到青岛去学习的领导人 没有人不被激发的 虽然我们的伙伴 也同样没有票 每一天只有十张票 都轮着进去学习 今天这个十个人 明天那十个人 后期那十个人 就换着十个人 十个人进去学习的过程当中 结果出来的人都醒了 好神奇的力量 让整个的中国市场 大江南北 都是翻天覆地的改变 这就是老师来到了我们的身边 把我们最标准的答案 所以老师说你做对了 你就有对的结果 你做错了 你怎么努力你都没有用 我们真的发现 我们不是不努力 我们是做错了 我们是想得太复杂了 所以老师说 经济两颜八百句 单纯相信听话 照着做是最重要的一句 当我们不在单纯的时候 当我们不在相信的时候 当我们不在照着做的时候 我们真的办法想尽 想尽办法 我们也达不成我们的目标 可是当我们在回到老师的身边 开始单纯了 开始相信了 开始做了的时候 发现所有的领导人都有了目标 所有的领导人都沉满着能量 就觉得我可以做到 人人可为 我也可以做得到 所以就发现能量比动力更重要 我们这一次 我真的看到了回到市场上 看到了最让我深知的是 三个领导人没有去学习之前 都跟我打电话说 他们生病了 他们可能这一段时间都不能出来了 个个都生病了 有的说我已经病到起不了床了 有的说我已经血压太高了 出不来了 有的说这样都是一堆的问题 我都不知道该给他们说什么 这次三场学习 跟生完了以后 发现他们都没有病了 该说话的说话了 该学习的学习了 各个都设定了目标 我真的感受到了 老师的经验太好用了 老师的这个事实 所以老师在说 事实才会胜于雄变 我们如果今天做很多的花样 却没有成功的事实 等于我们的团队 是没有气场的 所以火炉自己都变成一个一个巨大的磨炭 还以为自己在燃烧呢 可是我就发现了 原来我当我们的团队失去了目标的时候 当我们的团队失去了最初心的时候 其实团队真的已经就没有目标了 所以这一次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老师 让我们有一次再一次跟随学习的机会 让我们再一次能够跟随在老师的身边 能够看到老师 看到老师怎么去带新的EPFC 看到老师怎么样又去带下一次的高级经理 让我们看到老师仍然每天在第一线 不断的推荐 当在三亚安理公司 把老师的个人小组订货59组 红宝是87000分 放在屏幕当中的时候 我们就在想老师仍不在中国大陆 两年了 老师的市场 老师的业绩都在不断不断的往上涨 而我们呢 天天都守在这个市场 我们的业绩不但没有上涨 还在平稳当中 还只是持续的保持 还会了九牛二夫之力 才保住一个平稳的发展 哎呀我心里在想啊 真的如果老师如果没有这一次没有回到中国市场 如果我们今天还在复杂 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明年会怎么样 后年这也怎么样 就像莉莉常听说过一句话 我们是唱着高歌 扬着鞭子一路奔向悬崖 真的越想越害怕 真的非常的感谢老师 最后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故事 来结束我今天的分享 就觉得在安利事业当中 真的老师常常说一句话 安利事业呀 就是没有被传统行业教训过 你不知道安利的好 没有被在安利事业当中 没有被安利教训过 被失败教训过 你不知道老师的好 今天为什么今天的超法越做越好 今天的超法有那么多的领导人 永远都是逆势在成长 真的就是因为有老师 真的就像钟九九说了一句话 钟九九说 为什么我们会成功啊 因为三个字 陈老师 那今天为什么我们有今天呀 我们也是三个字 陈老师 所以我们真的发自内心的 千恩万谢老师 如果没有老师 如果没有老师给到我们 成功的这一本经啊 真的今天老师已经把成功 不是不是一本书 而是一张纸 今天不是一张纸 而是一个成功的口诀 但是我们不相信 我们就没有办法 我们只是小和尚念经 然后有口无心 是把这本经是念不出来的 一定是要把老师 这个成功的口诀 一步一步一步的去落实 而我们再把这个标准答案做出来 真的千恩万谢 我这一次在跟随学习的过程当中 我最大的一个体会 就是老师讲了一个故事 我也想在这里 把这个故事分享给大家 当我明白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 我们每一个超凡的孩子 每一个超凡的伙伴 都是多么样的有福气 老师把他的真经都完全交给我们了 而我们只需要单纯相信 听话 照着做 我们人人都会成功 那就说到有一个画家 叫世界最有名的画家 叫比加索 他到晚年的时候画了这幅一幅画 这幅画只有三笔 然后这个时候卖给了一个富豪 那富豪说 为什么你把这幅画卖给我这么贵呀 是不是因为看到我很有钱啊 比加索说 不是 不是因为因为你很有钱 而是我这幅画 是我一生当中的 最所有的精华都在这三笔里 我在想 老师今天交给我们的 336 2689 4444 七天跟进法则 都是老师最重要的三笔 而我们只需要把它学进去 做出来 传下去 你发现吗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达成新生的目标 我们人人都会成功 在这里再一次的感恩老师 再一次的希望我们的老师 保重身体 您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 再一次的祝愿我们全球的超凡的兄弟姐妹 我们是一来愿航 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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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